所以大家也覺得蠻妙的 這個中東警被卸底 之前也是你自己出來該記者會 卸你底的也是國民黨 到底關民進黨什麼事情呢 任君哥 所以現在應該這樣講 就是因為中東警 他現在要挑戰的是市長的位置 我覺得選民在檢視所謂的 一般的民意代表 跟檢視所謂的地方首長裡面 事實上層次上面 我覺得會有一些比較大的不同 因為你是地方首長的時候 你本身是具有實質的行政的權利 所以如果今天你會有一些 有被爭議的 會有被質疑的事項 我反而覺得 參選人本身其實在這個階段 可以講清楚 譬如說現在我知道 他們非常介意就是說 為什麼一直去質疑他的SARS 或是怎樣 如果沒有問題 如果OK 你把它講清楚 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你未來 如果真的拿到權力的時候 事實上不會為特定的人 或為特定的家族 或為特定的事業來去護航 或者是給人家有更多想像空間 我不覺得這有不好 所以你看起來確實在這件事情上面 有很多被質疑的東西 大家講你就是打壓 就是欺負 都是怎樣 但我真的回到最原始的那一點 中東景現在的整個狀況 是誰把它逼成這樣的 那個叫做始終有者 叫做國民黨 而且國民黨乾冒就是說 好我不管你其他國民黨委員 你通常要去幫中東景站台 沒關係 我們表面上說我們有黨紀 所以你看光這個許耀昌 地方黨部也說那要撤銷黨籍 送到中常委 送到國民黨黨宣告的時候 不好意思 出席委員人數不足 這件事情大家就算了算了 先暫時先暫緩 不然幹嘛 因為選舉要到了 不要再得罪大家 那你就做出這所謂兩三套的標準 那這樣一個作解 我老實講 對於國民黨的被提名人來講 他也不好嘛 你現在到底是要提醒一下 大家會看 我如果是在那位計參選 或是協議開讀 別人也去打開 沒問題了 那你怎麼去整合這一塊 所以我真的必須說 就是說現在看到這種所謂的 被檢視的狀況 其實老實講 衝衝警的情形不是第一次 我們過去在選在裡面 那種高規格標準的質疑跟怎樣 對一般的民意代表都這樣了 現在我還是這樣強調 市長本身的層級 包含到你只要是做這個所謂 地方父母官那一種 因為你握有十足的行政權力 有很多東西執行跟不執行 是在你手上的時候 那個部分 老實講 不要把它覺得說 大家都給我起呼 大家都給我打 你就說清楚 說沒有 怎麼 別說你們就是打壓 然後這件事情就把它給處理掉 我覺得反而這種態度會比較 讓你的這個選民 去有一個比較好的評斷標準 好 所以大家也說 中東景過去黑色的背景 狂語也是你自己講出來的 所以今天立委員立委 也調出中東景過去的財產申報資料 發現他在擔任議長期間 還具有很多家公司的董事 持股 事業投資欄位都沒有記載 是不是有隱匿申報的情況呢 今天也來向監察院告發了 我們帶你看看 中東景在102年到108年 他曾擔任這個連付殺死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並且持有56852股 他的這個事業投資的欄位 全部都是填這個零 驚咬中東景財產申報不實 民進黨立委上監財院舉發 中東景的驚人財富 不只有高達159幣土地 18幣房產 還有將近3億元的資產 當事人卻在專訪時口吐驚人之語 有錢人在竹北很正常 讓當地人聽了傻眼 幾乎只有議長正常 其他人都不正常 中東景的狂語從一參選就停不下來 我就順便 八台拿了一個西瓜刀劃破了肚皮 內臟都快看到了 這個腸子 被縫了十幾聲 可是好在是輕傷 從我讀書成長到現在 我只加入過一個幫派 叫做中國國民黨 涉嫌殺人不但輕描淡寫 還把國民黨比作幫派 中東景的發言令人瞠目結舌 就連自己的沙石場爭議 他也這樣說 我們有一些土地 承住一個沙石場 本民只是不小心 解釋會葡萄 他突然間投採了西瓜 有一個名字 經典語錄停不下來 還自比國民黨的英雄 堅稱有自信重回國民黨 不過藍營大當家可不這麼想 排黑條款是天條 我們支持我們國民黨提名 清清白白 自自在在的謝富鴻 中東景橫空殺出爭議未解 連帶影響藍營苗栗選情 竹立倫冷處理 也讓民黨抓到破口 力拼翻轉苗栗 三立兄林凱君 陳雅豪台北超島 好 所以中東景的財產 是不是有引力申報的情況呢 就目前賬面 中景也說 我不錢沒那麼多啦 竹北人大家集中很多 存款有意義的摸摸心 現在把竹北人集體告白說 對不起喔 我們拉低平均值了 我們真的沒那麼多 但是為什麼錢會那麼多呢 好 中東景說 我有一個好母啦 因為我娶了一個好老婆 所以太太繼承了不少房地產 但是我的財產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 還是她的財產 可能沒有我們看到的那麼多呢 他說鐵北 大家如果搭高鐵 到新竹站就在竹北 你把竹北站全都看一下 跟我們台中親戚很類似 那真是參加了啦 中東景他有什麼身分 他當過苗栗縣 國民黨的主委 也當過農會的這個 應該是南中鄉農會的兩屆總幹事 不過現在當這個議長 你剛才說算一下 那個苗栗的三大西 厚龍西 中港西跟大安西 大安西旁邊就是那個 左蘭 搭蘭 這幾天大家不是有個相片嗎 就是那個在左蘭 那麼這個總共高的十幾米 五層樓高的那個偽章的建築裡面 就是他用做了農 租賃農地來擺放那個三小子 各位要知道 全台灣的三小子都是議長 副議長是人在圍的 你各位想像從北中南 北中南叫三小子多一個 包括我們海線很有名的 更不要講以前二十幾年前的政太極 那要三小子高平市的三小子 台灣的三小子 那麼大安家的三小子是我們中部裡面 是一級的最好的 我們三小子有分一到五級 第五級是最好最漂亮的 那一粒一粒一粒方米 大概七八百塊台幣 那他就三小子 所以那天那個苗栗縣的那個曾文學議員 他們去丈量一下 就是說那個設備一下 大概接近1.5億到2億 只有那個三小子而已 那麼你問他說他的財產 你的庭那麼多 他說我的庭都沒用庭 都普通庭都沒什麼 我們擔心在這裡 當你擔任縣長 你那個沒用庭 剛剛議會講的那個點十成 那個不低了 哪個 因為你當議長 你頂多是議員就是一票而已 當縣長 首長 你告訴我啦 台灣這些當縣市首長的重劃區 大家很喜歡重劃的啦 重劃才有彷徨啊 我們從北中 我們台中已經達到十幾起重劃區 還有單元級的 我們怎麼不知道你們縣市中在玩什麼 好 那剛剛講到這個 你說那個中東警的部分 來 那我們研究一下 柯P 就回到講柯P跟中東警這個合體 這個合體柯P你要拜託一下 你爸爸 柯爸爸是 你方向他這幫他日語很好 受日本教育的 而且日本公司他賺很多錢 你問你爸爸 日本人只要有這個人的家族跟黑道友 沒錯 扯上一點點就好 因為你錢也一樣 報仇也一樣 只要有一點點家族喔 何況是當事者 你中東警還有一張錢科 會當選北富國呢 這是台灣 中華民國世界奇蹟 那是民主國家 你會說那是西西里島嗎 所以各位想想看 你用一個正常的弟兄的 那個 總統前議長幫你報告 你也是農主回頭 跟你跟你說你是很好的 但是你做生理就好 生理人就說你不去做館長 中華民國人做館長才說 我覺得這裡有一些形象上的 分分擾擾 而且還要大小 而且你說一億八千萬 你看一億八千萬 滿街都是 這種話聽起來 這個不是用剝奪感而已 原來你的通貨膨脹 跟我們的通貨膨脹不一樣 一億八千萬 對你說那是三百而已 那可見這個金額對他 那他從政之後 我問你現場一個月他多少薪水 那個對他而言簡直是 不是錢的薪水了嘛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如果這樣情況之下 你又跟 他怎麼沒這樣 對 整期高峰安 如果大數據來參加台北市的那個大數據那個 怎麼不找高峰安去 高峰不是大數據專家嗎 那我剛剛講嘛 你乾脆左手一向剛剛講 提的那個黃珊珊乾脆 高峰安也舉他的左手右手 他為什麼不去 苗栗跟新竹不是被合作會嗎 對啊 我上次我們幾個他講說乾脆苗栗 簡單一點 切成兩半 北苗栗變新竹 南苗栗變台中 對 那就沒有苗栗過了 因為苗栗到現在是全台灣 第一個沒有經過政黨輪替的 那個國民黨的耶路三人嘛 所以這邊都說好不容易有這麼一次一個徐定針 這麼這麼好的機會 你如果不再改變 醫療苗栗真的 你不要怪苗栗這麼多年來 他是第一方財政最後幾名嘛 所以你就是選了不對的這個縣長 所以我拜託一下 智慧的選民太熱 有機會翻盤 好 但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那現在當然呢 中東警被爆出有殺死的生意嘛 但中東警說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叫放的而已 什麼東西可以叫放的那個 我們要請教將軍 因為現在說他持有的農地 可能被爆是違法的殺死場嘛 好 那當然大家爆料了 中東警說什麼呢 殺死是戰略物資 我第一次聽到殺死可以變成戰略物資 他以為是烏克蘭惡物之間 那立雲立委就說 不代表可以非法開採 但中東警說什麼呢 他已經十年沒有經營殺死生意了 有一些土地層租給殺死場堆製殺死 就像是房子裡面東西擺不下 我放在外頭而已啦 違規堆製 如果罰款就是六萬塊錢的事情 只是不小心撿到了葡萄 卻被當成偷摘西瓜一樣的意思 因為選舉把很多事情都故意放大 現在很多選民都想說 到底哪裡可以撿到這樣的葡萄呢 這個話講的 其實中東警很多事情 本來大家都不知道的啦 就算他的驚天之語講出來之後 讓大家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從西瓜刀事件 到這個踹人的事件 到什麼這是做黑牢的事件 這都是他自己說的 這沒有人去查這也沒有去翻這個帳 那麼這一次你說砂石的生意 他說砂石啊 戰略物資啊 那戰略物資可能多咧 子彈也是咧 槍支也是戰略物資 對 太多了 所以他的太多的方式 他企圖用一語帶過的方式帶過 反而引出了更多的問題 那麼中東警其實長期以來 國民黨在苗栗 為什麼可以從來沒有翻過牌 一直都是國民黨執政 因為國民黨的做法是 用派系來經營地方 那麼黨就可以非常的節約 第一個 我不需要黨中央去管他 他本身自己自給自足 自己成一個體系 反正只要選舉選贏就好 從來沒有去關心過苗栗這塊土地 這個地方到底是為什麼 一直在國民黨的執政之下 都讓縣政經營的這麼樣的不順利 為什麼讓整個財政 變得這麼的拮据跟困難 有一段時間不是在爆出說 苗栗的公務員領不到薪水嗎 還要跟中央借錢 那麼長期以來都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有沒有去管理他 沒有 為什麼沒有去管他呢 公務員發不出薪水 所有的苗栗縣政府的公務員 拿不到薪水怎麼辦 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很有錢 因為這些人很有錢 因為現在才知道 原來到處都可以有一個億 對 大家說有幾塊土地沒什麼 有幾個億也沒什麼 那麼這個砂石場是怎麼回事 其實他認為說沒有了 我這個砂石場沒有你們講的那麼可怕 這砂石場只是它本來是農地 本來是農木用地 那只是有朋友要擺砂石 借我這個地方來擺 一般的農木用地 一般的地你能夠堆砂石嗎 你能夠堆砂石嗎 這個砂石是免費堆的嗎 不知道 絕對不知道 因為砂石你要開採來 放到這個地方要經過核定 他要經過所有的相關的核酸局 核定你才可以開採 你不是隨便可以堆放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南部救災 那時候因為核體議題 把核砂衝到名人的家裡都是 這個名人我們要去幫他 蘇清這個泥砂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阿兵哥不准動我家的泥砂 我說為什麼不准動 你不是被風災 塞著整個客廳都是泥砂 他說流進來都是黑金 這些泥砂都是我的 我要拿去賣 一個土方來賣多少錢 後來核酸局來全部插上紅旗 一毛都不准賣 那是國有財產 所以說你一殺的生意 SARS的生意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SARS的生意要你有夠大的權力 你要夠有power 你才可以壟斷這方面 所以你說只是一顆葡萄 這顆葡萄也太大顆了吧 你吞得下去嗎 對 除了它以外 別人真的吞不下去 會卡在喉嚨 所以才會讓人家造成 這麼多的紛紛擾擾 但是為什麼現在才出現 大家覺得說公務員怎麼會到現在 他選了這麼久的議員 又當了議長 為什麼這麼久才被大家發現 我告訴大家 2022年 今年整體公職人員的申報財產改變了 以前議員 你申報只是一張A4紙 而且點不進去 你到財產申報去點 永遠都是那一張 因為它的格式就是一張A4紙 照相存檔的 你點不進去 今年陽光法案修正之後把它改變了 所有的議員全部點得進去 全部可以點得進去 你有多少土地 你有幾筆房子 你有多少保險 你有多少現金 你有多少存款 你有多少股票 債券期貨 全部都知道 所以這一次的法案 所以很多人沒有研究說 不會啊 以前選這樣子 現在也是這樣 不一樣了 全部出來 否則的話 不會出現這麼多 而且中東景 他這一次選的是縣長 他不是在選議員了 縣長在改變這個法案之前 縣長的錢就是要公佈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覺得 沒什麼嘛 我都選了這麼多年了 要抓早就抓了 要有問題早就有問題了 不對你選的不一樣 而且今年的法律改變了 所以大家才發現 原來這些首長這麼富有 原來這些首長這麼會賺錢 我覺得如果會賺錢 你帶著全苗栗 走出苗栗的財政困境 才是你真正帶著苗栗人 帶著苗栗市民走向光明 而不是讓你自己有幾個億 讓你自己有這麼大顆葡萄 這種說法都是不斷地限自己於不易 那可是柯文哲才不管那麼多 只要有票 只要有錢 只要有人氣 只要可以上版面 管他好的版面壞的版面 你看今天我們都在討論柯文哲 為什麼 就是他建了中東景 如果柯文哲不建中東景 他又會掉在水門案裡面 所以柯文哲的做法就是 你看我建了中東景 把水門案蓋掉了 現在沒有人在管水門案 全部都在喊中東景 是不是越蓋越黑嗎 對 他不管 我們還是會關心幅數的問題 對 還有幅數 那是他的那個副市長 他的副市長 學了柯文哲的說法 就是說不就有一棵樹倒了嗎 難道有去扶不扯嗎 然後中東景 他是個好人 他是個老實人 他是故意人 這跟柯文哲的父母親講的 不是一樣嗎 顏寬恒也是個好人 對 他不是好人 就是老實人 就是個老實實在的人 他的實在跟他的好人 只要對柯文哲有任何的好處 都叫好人 好 但是我覺得中東景 對國民黨來講 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存在 因為包括過去 他是國民黨的 但他現在是無黨籍 你是過去挺他 結果現在要切割他嗎 沒有想到 國民黨現在 就覺得他是一個黑道 結果民眾黨趕快也要來切割 我們要請教紫澤哥 俊憲委員就爆料說 柯文哲跟台中演家也沒來演去的 還說不只跟中東景 包括台中演家 還有當初會任用韓國瑜 擔任北農總經理 也是跟雲林張家有關係 這些共同點就是地方勢力很龐大 好啦 那現在他又跟中東景來合體 那為的是什麼呢 大家也說各取所需嘛 謝浮宏就說了 民眾黨候選人都紛紛切割 但是中東景以後 會不會回到國民黨 可能還不曉得 我覺得機率 我不曉得 當然要看選舉結果啦 但回來的機率 我們黨有黨章 因為我們有排列條款嘛 那我要講 就是說中東景 當然他這次是用議會交流啦 去參觀台北市政府 看大數據等等 這個議會交流 真的只能議會 對 大家都知道這個政治目的嘛 可是我比較佩服的是柯文哲啦 坦白講在這個事情 因為他去之前 媒體先有報導 中東景在受訪的時候 文博首長也講了 坦白講那時候我的政治判斷就說 那可能會破局了 因為我覺得 因為大家知道台北市雨災的事情 這個柯文哲還被批了滿頭包 你現在再加一條中東景 那你不是會有一個共犯效應嗎 不過還好 我在評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還留了一個語巴 我說柯文哲呢 他異於常人 所以呢 不能用正常的方式 去探討他的想法 結果他還是碰面了 那碰面事實上尷尬的 我認為不是柯文哲啦 尷尬的是誰 是高鴻安嘛 剛剛特別有講 高鴻安也是大數據專家 也許中東主席 要不要安排一個這個考察 去立法院拜會高鴻安 我說這一題對於高鴻安很難答 對於黃珊珊也很難答 因為我要講的就是說 柯文哲 這件事情我認為他有點自私 當然他可能為了要布局選總統 幹什麼啦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一次你明明有幾個縣市 都在推派縣市總統出來選舉 你在台北市還有小雞 剛剛那個陳佑陳佑說 是啊是有顧慮嗎 你為什麼還是要硬去做這個 所以我只能說柯文哲真的很有尬詞 可是回過頭來我必須要講 我們在國民黨在苗栗提名的是謝福洪 他過去在水利會 你又要再度神經了是不是 上次才曾經說我們在新竹提名的是林坑仁 又要再神經了一次 不是神經是再度表達我們提名的這個人 實實在在清清白白啦 當然我知道國民黨在那邊 事實上是分裂的狀況啦 當然這對選情也會有衝擊有影響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價值的選擇啦 中文景過去是國民黨籍的這個議長 我們很清楚 所以這件事情我認為還是有點遺憾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整合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確實那個選舉的這個層級不一樣 張力也不一樣 所以的確當時我們是這樣的考量 所以提名了這個謝福洪 那這個可是中東景現在出來被質疑 我要講的就是說 進廚房就不要嫌廚房熱 你要怎樣選縣市廚房就是會如此 但子澤哥你們這一場其實對於這個國民黨是最傷的 因為現在中東景說 我不會加入民眾黨喔 他後面可能會加入國民黨喔 那意思就是說 那柯文哲我也要把我們贏的啊 我要的就是2024 中東景在這個苗栗這邊的選票 可能11%現在媒體有報導講了 所以這兩邊的盤算 其實最慘的可能是國民黨 你們再度被切割 如果你們沒有表態的話 這個就順水推舟了 不是我們就是表態支持謝福洪啊 我們從黨主席 這個馬前總統等等 那你們要切許耀昌又輕輕放下 我跟你講啦這個 這個許耀昌事實上這個縣的縣黨部的考計會 已經做出處分了 然後現在送到中央處理嘛 中央的考計會也要處理 那我要講就是按照程序來啦 該處理還是得處理啦 可是我要講剛才講到葡萄 我只想到吃葡萄不吐葡萄品 出來了到這邊來 還有吃葡萄 只怪我想到的是西瓜我大餅 不是 其實我剛才要講的就是說 你作為縣市長 縣市首長的候選人 你就會被這樣的檢驗啦 我就說我們政黨不是笨蛋 你說中東景有沒有實力 當然有實力嘛 所以我剛剛講說 這有時候是一個價值選擇 或者說你選戰的考量 所以我剛剛講說遺憾 確實是遺憾 但是我我對於國民黨在 在這個苗栗的選情 我還是有信心的啦 因為憲哥基本上他在在地 這個經營非常久啦 那我覺得用台北去看苗栗的選情 未必準啦 那我們有政黨這個權力相挺去支持他嘛 所以這個這個 當然最後有選民來這個來判斷 不過說到那個意 我還是要說 因為上億的財產對我而言 真的太不可思議啦 太少 你知道太少 我只有記憶回憶 還服過兵役喔 那對於上億的財產 確實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過去選舉 也常有人會被檢驗 你財產為什麼房屋這麼多 當然這個中東景他可以說 啊我這個是清白的啊 我這是正常取得啊 我太太的啊 都可以 重點是你現在是縣長的候選人 你就會被用縣長層級的 這個高度來加以嚴格檢視 所以有些事情確實 要說清楚講明白啦 好 那麼要請教小芳姐 其實大家也知道嘛 謝福翁當時呢 在國民黨已經不曉得排到後面 第幾把交易去了 那你看比較尷尬就是中東景嘛 他現在等於是 對國民黨還有點留念 啊又不切割 啊又在那邊眉來眼去 朱立倫又在那邊高高舉起 輕輕發象 不曉得在做什麼 你看林俊健又說了 柯文哲呢還跟台中演家 包括之前雲林張家有關係 這代表什麼呢 國民黨不做出一個 直接切掉的動作 就是讓柯文哲有機可乘 其實柯文哲還是在吸國民黨的血 因為雖然說剛剛我講了 柯文哲過去講出什麼 什麼垃圾不分藍綠 其實垃圾現在看起來是白色的 因為只要你離開了民進黨 或離開了國民黨 那柯文哲就會把你撿到籃子裡 他就會認為你是菜 記得嗎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的新聞 除了是苗栗的中東景之外 還有台中的嚴寬恒嚴家 那還有雲林的張家 是以前韓國瑜簽的縣 不要忘記他在這次 全國他提了非常多的 有爭議的年輕後選人 還記得嗎 有火鳥俠還記得吧 那個曾經犯過案 把人家燒起來的那個 然後也曾經現在 在今天其實又發現說一個 那就是高鴻安 前幾天才跟高鴻安一起 這個參與一個活動 就是這位 那在香山這位 他現在也被判 可能他也是有會選 那也是交保 所以這些都有問題的 還有什麼酒駕的 這些為什麼 你去查他們過去的背景 很多其實都是國民黨底的 然後他們的這個爸爸 其實過去很多都是在國民黨 長期以來地方經營的 好那我講結論的就是 那到底民眾黨 到底柯文哲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他過去 只有在台北都會的經驗 他認為說他在台北都會 他大概經營的就是 所謂的這種都會區的 這個選民 那未來他如果在2024 他必須要經營的 除了都會區以外的 這些選區的話 像這次你看到他要的苗栗 或者是台中的比較 這個海線的地方 或者是再往雲家南地區 他所提名的 甚至於再往更南 他所提名的一些地方的 這些議員的候選人 其實很多都脫不了地方派系 他要的就是國民黨過去 把這些地方派系 花了很多的精神切割出去 然後希望說政治 能夠回到一個軌道 他現在在吸這塊的血 所以他告訴你說 垃圾不分藍綠 很抱歉 結果白色才是吃垃圾的那個 那個只吸到雲林 因為那個台南到高雄 上次高雄不是4%嗎 他們大數據竟然選錯是4% 白色容易髒啦 所以你看他像目前 跟一會講的 他慢慢地吸那個地方派系的 現在目前就是來到 中南部裡面 大概沒有到真正的台南高雄 如果真的台南高雄 他平東他也想要 對啊 但是因為力量還沒有向現在目前 這個策略聯盟 跟這個所謂的 道不合不是不相為謀 他們已經相為謀 對 所以柯文哲的打算裡面 就剛才你剛提到那個 中南部的 有些民眾黨的候選人 坦白講 這個我們在其他的 這非常可怕 你的人其實有問題 如果是4%好 不然就是很奇怪的人選 這種人 我又沒有人 所以我就這樣要停 沒有 我如果是政壽 我要參加率的人 那是不對啊 因為像 這個柯文哲民眾黨 他當時 他在做這個地方的訓練的時候 他很多的是 加入民眾黨的年輕人 你只要投入民眾黨的話 未來就會給你有機會 能夠來參與 這樣防止責下去 No.1 你知道嗎 他的狀況 他的狀況 民眾黨最多的是最好的 真的 是啊 可是 這柯文哲現在 完全排除了那些年輕人 他還是跟地方派系來做結合 所以你很清楚的知道說 柯文哲其實他現在要的 就是地方派系 那些已經 國民黨過去長期以來已經排除 而且他們這些黑金 已經根深蒂固的 他再也不怕說 你有沒有這個黑底 你是黑道也好 你過去是殺石也好 他都 他完全不在意 我挑了啦 他完全不挑 這個放到籃子裡就是菜 所以指責可以比照中東景模式 沒有啦 我們沒有說話啦 對嗎 但重點來了 很多人說柯文哲 是不是忠心思想擺一邊 利益擺中間呢 早就沒有什麼忠心思想了啦 我們要請教仁俊哥 不然呢 黃珊珊這邊也不會趕快說 不要做什麼政治操作 趕快來切割 那一個什麼東西 都跟他沒有關的高鴻安 又立刻來撇金兒 現在柯建民就說 你切割也沒效啦 你看喔 民眾黨的小金 大家嚇到要死喔 就只有柯文哲一個人不太怕 但是民眾黨自己很害怕啦 這個選戰當然就是這樣 第一個是檢視參選人本身 第二個是檢視參選人本身之外 他周邊的人一起檢視 第三個是他的政黨一起會被檢視 所以看起來就是說 就參選人來講 當然第一個 你說比如像黃珊珊來講 他是參選人啦 但是檢視他之外 你會發現有很多 比如像柯文哲做什麼事 大家很快就會連結說 哇你柯文哲做這個 會不會害到黃珊珊 這個問題問多了之後 事實上我覺得對參選人本身來講 他勢必會面臨到一個選擇 什麼叫選擇你知道 如果大家把這個東西連結在這上面 而他認為說這個東西 其實不他個人的時候 他只好換了一個方式講說 對確實可能會有疑慮 或者他覺得這件事情就不能混為一台 可是當你 我們其實看政治的選 這個觀察這麼久 當參選人會這樣講的時候 表示他真的會認為這個東西 對他會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柯文哲本身來講 當然第一個 民眾黨在這一次的選戰裡面 從上一次的立法委員選舉完了之後 這是他第一次深入到基層裡面 去打這種所謂的基層的選戰 那這個基層的選戰 為什麼我會特別強調說 這是他第一次 因為他這一次有市議員什麼的 這種大批的這個參選人 他要進來 所以大家會關注就是說 那你黨主席的本身 因為對民眾黨來講 柯文哲是最大的一個光芒 也是一個最大的光環 那這樣一個光芒 如果到最後因為他的言行 或他有很多的做法 對其他的參選人來講 產生一個比較負面的連結 或者是產生一個 不是那麼正向的一個影響的時候 對於參選人來講 他只能選擇怎樣 你希望他開幹柯文哲嗎 還是你希望他開幹柯文哲結割 我認為他們很難在這個階段裡面做 因為畢竟民眾黨在這個階段裡面 是柯文哲是作為一個黨主席 而且是大家認為說 這個黨就是柯文哲一個人的 你出的很多都是 因為他成立的時間也是最晚 那有很多是從不同地方進來 所以他跟黨的黏著性 其實老實講比較小 可是跟柯文哲的連結性是強大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您剛剛提到 就是說有一些參選人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小雞 會提到說對啊 確實會有一些疑慮跟顧慮的時候 會讓大家覺得說 如果民眾黨在這個階段裡面 柯文哲現在所做的事情 除了營造他自己的聲量 跟被討論度之外 到底對於選戰的這些人來說 有沒有正向的幫助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現在會有一些人趕快想說 不要把這個東西連結在一起的原因 好 所以請教將軍 因為你看對柯文哲來講 其他民眾黨小雞很害怕 對於中東景這邊來講 大家也會覺得你幹嘛去挖柯文哲對不對 你原本可能是很深藍的 你現在怎麼去跟白色力量靠攏 大家也會覺得很納悶 因為中東景跟柯文哲現在有一樣的處境 就中東景現在苗栗 藍的也打 很少看到離開國民黨之後 出來參選被打這麼慘的 中東景被打超慘的 綠的也打 時代力量也打 全部都打他一個 他只有跟沒有提名的白色力量來提出救援 抱團取暖 對 他只有找柯文哲了 那麼大家想說 柯文哲怎麼會敢跟中東景這樣見面呢 因為柯文哲大家不要忘了 民眾黨就叫做柯黨 他一人政黨 我曾經問過民眾黨說 你們的主席多久選一次 好 問題永遠不會重選 對 不會重選啊 就他一個人 不可以習大大一樣是不是 對 就他一個人當到底 他跟習大大一樣 就是繼續連選連任一直坐到底 他沒有重選的問題 所以那就是柯黨 那你要進我的柯黨 請問你 你抗議什麼 我有沒有逼你來 是你自己要來的啊 他就會講一句話 董事女生走投無路才來的啊 現在你不想選就可以離開啊 他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因為柯文哲至於民眾黨就叫什麼 這片玻璃 他會說誰家的狗牽回去 哇 那就更嚴重了 那就更嚴重了 因為柯文哲的民眾黨 對於他來講叫做這片玻璃 如果差亮了 大家給你拍拍手 如果差不亮玻璃不好 就算打破了也不用賠 你知道嗎 這就是柯文哲的民眾黨 所以他怕什麼 他現在這個政黨出來之後 他目前沒有一席議員 沒有一席的這個縣市長 他只要上一席議員 他就贏啊 所以他黨主席不會輸啊 柯文哲不會輸的啊 他一席就贏啊 所以他也沒有下台的問題 況且也沒有下台這個機制嘛 就是柯黨 所以所有想要加入柯文哲這個政黨 你就先講清楚 抗議無效 因為打破不用賠 好 我們要請教聽會老師 因為包括許定森就說 這就是兩邊各取所需的黑白配嘛 接下來哪邊會出現政治土石流 還是兩邊都會出現呢 對 你真的不要小看柯文哲的算計 你想想看喔 這件事情來講 到底是誰得利 當然是柯文哲得利嘛 你說中東景會得利嗎 中東景在苗栗的票就是那樣的票 苗栗的票外溢到 比如說他會拿到其他縣市的票也不會 因為他本來就是脫黨參選嘛 所以這件事情根本就是柯文哲算計 而柯文哲在算計什麼東西呢 他現在趁著這場選舉當中 他要壯大自己 壯大民眾黨 甚至呢 我覺得國民黨要非常小心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壯大之後就把國民黨吃掉 他現在是在集結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討厭民進黨 他討厭民進黨他只是掛著一個民眾黨的 這樣的一個招牌出來而已 那現在呢 先把地方收編 收編完之後呢 他開始壯大之後 他開始就不理國民黨的時候 就把國民黨吃掉 吃掉之後接下來再來對付民進黨 所以你看到他一步一步算計來了 他就是在 你看大家算得出來嘛 這場政治上面的一個黑白配 真正得利的就是柯文哲嘛 沒有其他人嘛 但是他要小心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會有外溢效果 大家講了 對於黃珊珊在台北市的 這個知識分子的一個票 還有在新竹的這個知識分子 對高鴻安的票 可能因此也會流失 這是他必要的 但是他不管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以自己為考量 他不是以黃珊珊 以及以這個高鴻安為考量 黃珊珊他也應該會認為說 黃珊珊應該選不上了 所以他基本上也把黃珊珊丟包了 放生黃珊珊 對放生黃珊珊 另外一件高鴻安現在也開始危險了 光鴻安來講的話 如果說高鴻安選不上的話 對他來講也沒什麼幫助 所以他現在考量的是他自己本身 為什麼 因為這種手術刀的醫生 他最最要的就是說 現在哪裡有病痛 哪裡開刀 就是立即就醫 立即開刀那個地方 所以他不會去想說 現在最大的光環就是說 他怎麼確保他接下來有 入門票可以去參選2024 最重要的是這個地方 都有他的小機 這個小機是什麼 就是市議員 或是當地的在地協力者 或是在地的資金 可以提供給他的 所以苗栗是一塊 他很陌生的地方 因為他柯文哲要打進去 苗栗他也不容易打進去 所以靠著這個周中情打進去的話 很快 那周中情當然 帶槍投靠 什麼叫帶槍投靠 不是資金而已 他要把那個 以前在地所經營的這些小弟們 就是地方的市議員 整個帶到民眾黨這邊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國民黨真的要小心 到時候本來被握力反一個一個 被挖掉 挖到柯文哲這邊來的話 到最後反噬國民黨 然後最後變成民眾黨的最大黨 然後再來挑戰民進黨 這就是柯文哲的這個步驟 他基本上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都看破他手腳 只不過因為他真的太粗糙了 所以現在來講 這個黑白配來講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 對他自己的同黨 現在正在選舉的這些同黨議員們 或是同黨的市場候選人 造成嚴重的影響 好 所以現在小基 是不是要各自找輸入呢 想要跟柯文哲 想要跟周中頂 李切哥也沒有什麼用啦 我們來看一下高鴻安 因為今天大家抽號次了嘛 那他也抽號次了 沒有想到抽號次現場呢 又在轟資撤會 公然說謊 但真的有說謊嗎 資撤會現在就是要告你啦 因為你兼差就是沒有回報嘛 沒有報備嘛 好 請教一下 遇會集喔 因為現在網友挖出了資撤會 八年前的關鍵影片 而且說已經下載備份囉 就是直接代表說 你那個時候就是還在科制 也是當處長嘛 那你一人分事兩腳嘛 一下子又在這個資撤會 一下子又在科制 包括徐清皇他就說了 好 他說呢 顯然呢 高鴻安就是承認自己有兼職嘛 那沒有報備 現在重點就是有沒有報備這一塊 那資撤會就已經跟你說 你沒有報備了 所以要告你嘛 那你到底還要怎麼樣變呢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高鴻安說呢 2012年呢 有一位很欣賞他的主管 未留他 並且要他出差念書 但資撤會那一部問過一圈 從組長一路問到 他說很挺他的這個 吳瑞北前執行長 但是大家都不承認自己是那個主管 所以到底高鴻安口中那個主管 到底是誰啊 我們先啊 因為這些都已經在進行調查當中 因為現在這些的這個 過去他在這個資撤會工作 十年當中的這些主管 現在全部都否認 但是呢 這在進行調查當中 到底是誰 我相信這個一定會雪落石出 但是呢 高鴻安 你要進到資撤會裡面去工作 我相信你應該簽過一份 員工服務合約 其實不多 大概差不多三四頁而已 他會把你過去 曾經有過的專利 曾經有過的經歷 其實都寫得非常清楚 我用藍色的框 框起來的這個 這個到底是什麼 他就是在問你 這是第六條 所謂的忠誠義務與兼職規範 請看好 這個的最後一句 叫做若有兼職情形 稀因甲方有關規定辦理 甲方什麼有關規定呢 就是叫你無論如何 你如果有兼職的話 你一定要來報備 那高鴻安到目前為止 你的長官 我們剛剛看到了 這些所謂的長官 所有的長官 全部都問過了 完全都不知道 你曾經有兼職的這個情形 第二點我想講的是 大家還記得 我們前一陣子 大家討論很多的 叫做面試郭台銘那本書 面試郭台銘那本書 曾經討論到了一個情節 就是郭台銘 當時知道原來他是柯製的主管 他就覺得說我好棒哦 我竟然可以買到柯製 原來你就是在柯製上班的 那我這樣不對啦 照這個資策會的執行長 他的講法是 我是資策會 我當時派你去輔導這個柯製 你怎麼把它輔導輔導以後 你自己去柯製上班了以後 兼職以後有沒有拿薪水 我這還不確定 然後你突然間把它賣給了這個洪海 那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你又轉身 你馬上從資策會 唉唉唉離開了以後 你轉身就投靠到這個洪海裡面 你不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是有問題的嗎 第三個我想要請教你的是 當昨天早上賴瑞隆委員 在質詢資策會的執行長的時候 你不是事後 高雄還不是開了記者會說 這個資策會都一條龍啦 資策會被國家機器所影響 拜託 昨天早上賴瑞隆是第八位 登記第八位質詢的委員 登記第七號的是誰 大家都認識 你一定更認識 那個人叫做高鴻安 就職求對決直接問就好了 對 那天那個 那個資策會的執行長 人不是在現場嗎 你不是覺得你有委屈嗎 你不是覺得資策會都找你麻煩嗎 你不是覺得資策會都在陷害你嗎 你當天有仇報仇有冤報冤 你不是就應該問到寶 問到好問到爽嗎 那你幹嘛跑 對不對 你幹嘛明明知道 人家已經到現場了 賴瑞隆委員已經要上台直律了 你跑到外面 你寧願跟記者講話 你不願意跟那個資策會的執行長講話 你在心虛什麼 然後你對外 你拿出一個2016年 這個我覺得是最好笑 我們大家都參加過旅展吧 參加過各種的商展 秀哥會不會去穿那個人家的那個人家誰誰請來 一定會去穿那個那家店的這個制服嗎 那你能夠證明說這一家他穿的那個制服他就是這家公司的高階主管嗎 更何況2016那時候你是誰啊 誰認識你啊 連我都不認識你的時候你怎麼覺得蔡英文總統跟沈容金當時應該是次長的一個身份會認識你呢 你也未免把自己太拖大了吧 那最後一點我要講你的是你現在你現在最大的問題來了 你如果認為資策會有任何冤屈你的地方 資策會當時你要兼職你一定有上公文 你把那張公文拿出來一翻兩瞪眼 資策會就閉嘴 然後現在我們也不用討論 那你搞不好你在未來三幾天以後你就新竹市長我們大家就恭喜你 可是你為什麼拿不出來 你拿不出來你在嘴什麼 你全部都在顧左右言他 我們在講A你跟我講B 我們在講你有沒有兼職你說我有制服 這樣子亂講你不是什麼匪陶匪 你不是什麼學霸都會讓我們看不起你 好所以大家說現在只有兩個人可以證明高黃的清白 一個就是郭台銘另外一個就是前資策會的主管 但為什麼這兩個人都沒有出來呢 所以是不是不願意出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沈慧鴻就說 難道市民要選一個一直說謊的人嗎 休息一下吧上回來 好高黃安呢當年涉嫌違規兼職 但是他有強調說主管都知情啊 不過資策會說那就是查無報備紀錄嘛 所以現在才來告嘛 不過要請教將軍喔 因為現在高黃安呢就秀出2016年 跟蔡總統等人同框的照片打臉說 哎呀怎麼可能沒有跟資策會報備嘛 那小方姐有說那那時候大家可能也不曉得你是誰嘛 沈慧鴻就說了難道當年沒有揭露 現在因此要包庇嗎 應該要全面檢討制度的漏洞 那剛剛說到 人證物證都沒有 到底誰可以證明的清白呢 我覺得其實高黃安如果自己不說 這些事情都不會有人知道 真的因為其實資策會有很多很優秀的人 他們現在一定很麻煩 就是你嘴巴為什麼要這麼大 這些事情你可以做不要講嘛 那高黃安你偏偏跟人家說 哎難道我要告訴你 我在某公司擔任銷售部門的招商主管嗎 對不對真的難道我要說來說來說嘴 創辦人 創辦人哇更不得了 創辦人人家是叫你去輔導 輔導變創辦 創辦還兼職 兼職有沒有領薪水 他最後就會講了 他說我沒有領 可是沒有領你慌什麼 如果沒有領你就可以直接講啊 我是無幾職我是義務啊 完全沒有領薪水的啊 我只領一份薪水就是資策會的薪水 其他都沒有領 如果沒有領他早就說了嘛 所以就是說他當時嘴巴太大講得太快 那麼還好你只是穿這個公司的制服 在幫忙說明 那如果大家沒有把這個挑明 他就會說月球是他的 因為他穿過嫦娥的衣服跳嫦娥啊 所以他說難道我也要講說月球是我的嗎 對不對我穿過嫦娥 我跳過這個嫦娥奔月啊 所以還好 所以這就是表示說他的那一種心態 就是要告訴你我很偉大 告訴你我很優秀 告訴你我很棒 所以新竹是一定要選我 可是呢 因為第一個你年輕 你不到40歲的年紀 你一直在追求這個卓越 可是卓越跟精力必須要搭配 很多精力要很雜實 你不能夠取這種巧門 用這種明目性的精力 來當成你的成就 可是他就用太多這種明目性的這個精力 變成他成就之後大家一一檢視 那你就要不斷的去說明 那還好他當時沒有跟其他的候選人一樣說 不要找資撤會 有本事衝我來 因為現在是資撤會衝著你來 那現在資撤會講了 資撤會對他是有恩耶 沒有資撤會他怎麼唸書 沒有資撤會他怎麼當博士 沒有資撤會他怎麼被紅帆發現 可是現在他卻衝著資撤會說 你看資撤會他當年都知道 資撤會都很知道 他現在都不講都在害我 資撤會為什麼要害你 資撤會當時培養了你 是希望你幫國家爭取到 所以他那時候沒有去質詢他 也是怕關係弄擰嘛 就是怕弄擰了 所以說可是你現在卻跳出來 跟你的老東家 跟培育你的人 對你有恩的人 你就要跟他這樣子面面相對 你情何以堪 所以我覺得這次最可憐的是資撤會 我培養了出一個人才 這個人才卻反過來咬我一口 那這真是養虎為患耶 這隻虎讓他長大了 資撤會被咬得更慘 因為你的資源被他拿去念博士 念了三年 只有後面的一年 所以才可能知道 不是報廢喔 可能知道 這實在是太瞎了 好 所以每個料都是你報的 你怎麼還會說是國家機器打壓呢 好 沈慧雄就說 市民難道要選一個一直說謊的人嗎 我們要請教維茲哥 因為翁達瑞這個旅美教授 就交了一招說直接了 美國提購 美國律師不是吃素的 因為陳時分教授 翁達瑞叫介立 因為他美國有商家這個 譬如說那個電子圖書館 還有一些出版的廠商 有三家有類似侵權的行為 因為這是資撤會 我們現在 你剛才講資撤會 到底是資撤會還是資撤功德會 那如果是功德會的話 那你要講說裡面到底誰是相受受 誰是你的高人 誰是在裡面幫忙你的人 翁達瑞教授說直接有資撤會 你就要照顧 你就照顧你才能說清楚 照顧你去那裡賦 高雄達瑞你不要想兩年前就是這個 我們的翁達瑞教授 只揭發他的論文有問題 你去告他 人家美國教授也不是吃素的 我們台灣的陳大教授李宗憲 李教授他是劉德的 他其中六條就很有道理 第一個他說 為什麼當初資撤功德會 你要派高雄達瑞助美 那麼多人才為什麼就選你 難道是你的長輩或是誰站在這裡 第二個呢 你住在美國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大家一頭霧水 如果這次不是選舉 這高雄達是安全下莊 不是選舉人生勝利組 第三個 駐美兩年今天發表的這個Paper 不管是Jurnal或Paper 為什麼沒有掛資撤會的 這產權系 這的版權系你資撤會一下 第四個 高的資助長官有沒有 思想收入跟土利問題 這個倒向大家懷疑 那個主管是誰 第二個就跟我們提到的 前三個學期都沒有報備都念書 第四個學期才知道 那為什麼知道了 知道他留學了 還讓他繼續用這個駐美的名義 還要在那邊領錢 一天是那麼難 他一天領我們一萬八千多塊 一天領一萬八千多塊 這在座的一天不是一個月 那一年搞不好 年輕人一個月就差不多了 我告訴你 數字還不太 第二個念完博士 為什麼可以離開資撤會 不是支持功德會 立刻轉跑道 那剛剛提到的那個相片問題點 這都你自己說的 別人都不知道 對啊 這張照片的出來 這裡面有誰 就是那個工業局的吳明基 那個局長 我們的小英總統 還有沈榮金 這個我們的經濟部 當時是次長 來喔 這裡面他自己說的 他說他張的這些長官面前 他介紹科製 那個科製機 科製機聯網平台應用服務 我告訴你 這種相片 這種相片要拍 你無法說服人家 我拿我的相片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不是要典自己啦 這張小英自由會 小弟我是當時 中部的執行長 這裡面有徐定甄 林志發總會長 小英 還有陳建仁副總統 花媽 還有勇哥 小弟我站到後頭 這個你說這大對頭沒什麼 真的也沒什麼 再來這張 我們那個小英自由會的授證 小弟跟小英的 拍了那麼多張 也到了總統府去跟小英 聊一些事情 小英總統到現在對我們這些人 認不認識 不認識 小英也不認識 我也不認識 因為我們就是小人物嘛 你是什麼腳 我是什麼腳 你用這張相片說 我就是找部長 找總統 我來介紹這個東西 所以我是有在進這個 支撤會的義務的 你啥說四大塊 所以我覺得說 你剛才提到 匪陶匪 匪陶匪陶匪 你短短幾個字 裡面有四個字很重要 謙卑致詞 所以麻煩一下 你很多事情都沒有講清楚 你算這個館長 我們也知道你的狀況很多 那你就真的 我還是建立他趕快退選 因為你已經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人生勝利組 你已經是教壞很多年輕人了 拜託你 所以我們說要選賢宇 現在不要選一個 可以把自己賣了 或是把台灣給賣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法國週刊這樣的篇幅 我們要請教廷輝老師 台灣警戒 北京入侵恐怕是鎖定高雄 而且台灣人對於危險 是逐漸在覺醒 突然登上了法國週刊 台灣人有什麼樣的警惕 全世界都在警戒 因為台灣隨時各地 不是只有高雄而已 其實各個離島 甚至包含宜蘭 還有花蓮 台東等等之類的 都有可能成為中共 這個登陸的一個對象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備戰 為什麼全全國全部都在備戰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現在那個企圖 以及他的意圖 還有包含習近平 他在內部來講 是不是受到什麼挑戰 他會不會有造勁的一個作為 所以你看到今天包含這個美國的這個 包含海軍的作戰部長 都提出來了 而且有可能 就在今年年底也不一定 也有人提到說 2023 2027 2035 各個版本全部都有 但是重點不在於入侵的時間 重點是在我們自己有沒有做好準備 而且美國有沒有也是做好準備 所以他這個海軍部長也提到三點 就是說他們現在美國正在考慮說 全面汰換所有在包含 特別是在第七艦隊 印太司令部這邊相關的巡防艦 還有相關的艦艇 那必須要有強大的殺傷力 而且要嚇阻對方 另外還要加強備戰 除了這個之外 還要這個 在他的這個軍艦的規模數量上面 能夠不斷的更新 那當然也有人提到說 這個也是這個他們要國防預算 當然沒有錯 你就是要有國防預算 你才有辦法去強化更新你的所有戰備 不是嗎 所以你看到現在美國的各個階層 跳出來都在講什麼東西 就是說 他們現在都已經預估到 中共這個野心其實是不能忽視的 那你再加上習近平在二十大裡面的工作報告 他自己就直接講出來 他沒有放棄這個對台 不承諾對台放棄使用武力 所以在這種環境之下 你知道我今天這個在外面遊走的時候 其實旁邊好多人都在討論一些事情 中共會不會打過來 會不會那個 其實這件事情大家會非常關心 但是只要我認為 就以戰止戰的概念非常重要 你如果說今天 謙卑的 好像是要跪他的 跪北京的情況之下 他原則上來講的話 他就是 他絕對會打你 今天我們如果說 強調我們的備戰完整性 而且你看到我們現在 澎湖還有離島 我們都在做所謂的演習 那在這種正江演習的過程當中 他也會看到我們的火力 他如果要渡海的話 他要蹭一下自己的精兩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大家知道說 他兩棲作戰的部分 兩棲登陸的部分 還有待加強 上一次那一下福建號 還停在港口裡面 還不拖出來這樣子繞一繞 雖然沒有錯大家取笑他 但是真的不要忘記了 因為他常常在攻心 攻你台灣 他在分化台灣 你看到他那個二十大報告當中 又什麼在地 在找那個什麼愛國者 愛國人士等等之類的 他都在分化台灣內部 他想藉著這次選舉來分化 所以呢 其實最重要的在於說 你自己台灣團不團結 你台灣團結的話 他也會來幫你 不用擔心 這個不可能是周邊國家來講的話 因為對他們來講 都存此相依吧 他們自己他們也會 顧及到台海的戰事安危 另外來講的話就是美軍 美軍已經觀察到 很多很多的一個跡象來講的話 有任何不許常的跡象 再加上怎麼從事 建置台灣的包含 這個雷達系統 偵察系統 還有相關的防衛武力 還有昨天也提到了一點 都是什麼 就是在台灣要生產 這個彈藥的這個問題 然後在台灣 要儲藏這些相關的彈藥 如果充足足備來講的話 我相信中共絕對不敢冒然犯境 不敢冒然犯台 好所以現在美國台灣呢 有可能會聯合生產武器嗎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那外界呢 現在非常關注美中關係 不過要請教將軍 因為現在呢 包括布林肯也說 中共想要加速統一 可能用脅迫 甚至是武力來犯台 但是美國呢 跟台灣這邊都有準備 當然我們以前聽到 中國講說加速統一 加速統一 都已經聽到不要再聽了 真的 可是這一次 大家不能夠等弦士之 為什麼呢 他的軍事實力真的上來了 他的軍事實力 已經不是當時我們說的 這個解放軍 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尤其是這一次 俄羅斯在這個 烏克蘭戰爭 出近洋向之後 大家反而過來檢視 也就是說 中國之所以 平定到世界第三 他可能已經是世界第二了 因為俄羅斯的這個軍力 已經被看扁了 那中國有很多的部分 其實他是改進了俄羅斯的缺失 不管是地面的戰車 坦克導彈 還有整個這個極音速飛彈 他的技術已經超過俄羅斯了 所以美國為什麼這麼樣的擔心 也就是說 當中國的實力如果超過俄羅斯 美國那種壓制性的嚇阻力 沒了 那現在為什麼我們台海七十多年 會這麼安全 其實美國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破壞現狀 你只要破壞台海現狀 我會做出我該做的事 他沒有講什麼事 說該做的事 所以光是這一句 我會維持台海現狀 就壓制了解放軍 一直不敢動 可是現在呢 因為美國有很多的武器 放到烏克蘭去了 當俄羅斯在消耗的同時 美國也在消耗啊 所以中國看到這個機會說 是不是能趁這個機會 在美國軍力親黃不接 雖然美國的軍力遠遠高過中國 但是呢 局部的優勢 中國覺得他有 我在台海第一個距離近 無幾千短 然後呢 在你美國還沒有來之前 我可以造成部分的地區被我封鎖 人家講說高雄 其實我覺得 對於中國來講 最有機會的就是拿外島 他就是拿外島 他也不會把它拿下來 他不會真的去打 真的去打就破局了 中國解放軍的做法 絕對不會真的去打 我把你圍起來 然後呢 逼迫你內部產生質變 就是我今天沒有要打你喔 只要你們公投 或者是完成自決之後 認為你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就不打 他要用這種方式造成寒殘效應 所以為什麼法國很多的都在講說 這可能會打喔 而且不是要027喔 說不定就是今年年底 今天已經十月了 這兩個月耶 對不對 難道我們距離戰火這麼近嗎 他的做法是以為的方式 為什麼叫以戰逼合 他的戰不是真正的真槍實彈跟你打 解放軍很少會做這種事 就是違你 我就把我的演習區域不斷的擴大 從台灣遠處到近海到包圍 然後如果台灣太大 他就先包外島 讓你外島裡面的人 因為你心驚 因為你害怕 因為你對於現行台灣領導者的不滿 產生質變 然後讓你公投 給你被害怕就對了 然後大家就會出現寒殘效應 這種 克里米亞模式 就是克里米亞模式 讓你產生質變 你要不要公投 好 公投就不打你 然後說你看我們現在已經不打外島囉 所以下一個我指定哪個縣市 他用這種方式 所以美國其實他的兵推 非常精準都點出來了 但是美國的海軍部的部長 為什麼要講這個話呢 他說我要讓美國的軍力在局部地區 強大到他連做這個都不敢做 他才可以做 否則你只要一圍 寒殘效應就出來 你只要一圍 美國要不就突破 就是突圍 要不然就跟他硬幹 所以法國會這麼緊張 因為如果一被圍起來之後 美中之間必然起衝突 因為這是局部利益的一個爭奪 所以說美國的想法就是說 我如果沒有辦法讓我的軍力 在短時間之內變得這麼強大 那麼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讓台灣變強 與其讓台灣變強 比讓美國的軍力在太平洋變強 會來得更快 所以就做了一個方式 就是讓你的美國本身的武器技術 是不是能夠協助台灣的 關鍵武器的發展 例如你的標槍飛彈 我在烏克蘭戰爭這麼有效 這麼好用 如果台灣自己的飛彈 也可以具有標槍飛彈的功能 我不需要從遠處運一枚飛彈來 我只要運來關鍵的技術跟方式 那你中國你要欺負台灣 台灣自己有 而且因為你是自治 所以數量你抓不清楚 因為你是自治 部署你抓不清楚